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原子量与分子量 这个主题要讲原子质量的单位 也就是AMU 原子量还有分子量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1905年国际原子量委员会 以自然界的O为原子量的标准 将讲的原子量定为16 但是后来发现羊有三种质量素 各为16、17、18的同位素 容易造成混淆 所以1961年国际纯粹及应用化学联合卫 简称为IUPAC 该以碳为C12为原子量的标准 这个12上标 我们以前就讲过了 它是代表质量素 质量素就是等于 直指数加中指数这样子 这个下标通常都省略 有时候会省略 有时候不会省略 这个下标 你可以加一个6 也就是这个6是代表 原子序或者是代表 直指数 直指数跟原子序是一样的 通常我们会把它省略 所以老师不行 然后将碳 的原子量定为12 这个12就是代表 原子量 或者叫做质量数 那即以碳12 一个原子的 质量 的12分之1为原子质量的单位 也就是 AMU 原子的 质量的单位就是 AMU 换句话说 一个碳12 有多少AMU 就是 12AMU 那碳12的 1分之1就是 1AMU 这样子 那1AMU 它是等于 1.66乘上 值的 527次方公斤 然后要等于这么多公克 这样子 所以 老师问你 一个碳12 原子 的质量是多少 一个碳12 一个原子的质量是多少 就是 12 AMU 等到要等于多少 换算成公斤的话等于多少 就是 12乘上 1.66乘上 10个 527次方 公斤这样子 你可以自己称一下 看是多少 然后 第二点就是 平均原子量的观念 因为碳有 两个同位数 碳12 还有碳13 那碳12 在自然界占99波间 碳13 在自然界中 是占1波间 所以呢 这个碳的原子量呢 我们是把 这两个做平均 也就是呢 这个 碳12 碳12 原子量是12 然后它占99波间 这样子 也就是12乘上99波间 然后加上呢 这个碳13的原子量 13 然后乘上 碳13 它占1波间 所以这边 乘上1波间 这样子 所以可以得到 大约是等于 12.01 这样子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当你选择 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A选项 A选项是错的 应该是要 碳12才对 应该是 一个碳12原子质量的 12分之1才对 那B选项 B选项呢 其实错了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重 他说重 重就是重量的 不是质量 重量跟质量不一样 重量呢 比质量多成了一个 g 也就是重力加速度 9.8 公尺 除以秒平方 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要改成 质量 44AMU 而且呢 他这里还错了一个地方 不是每一个 二氧化碳分子 质量呢 都是 44AMU 这是因为 我们知道 二氧化碳 它是这样子 然后 碳我们知道 它有同位数啊 它有碳12 还有 碳13了 那氧 氧也有 16 也有17 也有18 氧也有这三种同位数啊 所以呢 CO2 不是 每一个分子都是 质量44AMU 比如说如果这个碳 如果这个碳它是碳13的话 如果这个碳是碳13的话 然后 O2 如果这个 O呢是 这个 O18的话 会怎样 这个CO2 分子量是多少 就是 这个13嘛 然后再加上 这个18乘以2 得到 13加上 36 得到 49 所以呢 这个CO2 它的 质量呢 是 49AMU 这样子 如果 你选一下它改成说 平均 二氧化碳 分子 的质量是44AMU 这样子才对 因为 C的平均原子量 就是 12啊 然后 羊 羊平均原子量呢 16啊 就在周期表可以插到 所以呢 你看这里 羊有两就有了 这里乘以2 所以 12加上16 乘以2得到多少 写一下 12加6 16乘以2得到 44 所以 CO2的 平均 分子量呢 就是44 那单位是AMU 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 C1克等于 这样子 这对不对呢 这是对的 为什么对 因为你看 前面这里 前面这里我们知道 AMU 等于 1.66乘上 值得 524次方功课 所以呢你把这个 把它 搬到这里来的话 也就是得到 1 除以 1.66乘上 值得 524次方 然后 AMU 然后等于 因为你把这一个 搬到这里的 分母来了 所以呢这边就留下1而已 所以得到 1克 这样子 然后1除以1.66乘上10的 -24次方 等于多少 就是大一等于 这个6.02乘上 10的 23次方 所以呢 这个细选项是对的 然后呢 第选项 1mol 养原子的 重量是这样子 这是错的 应该是要改成 值量才对 而且他还错了一个地方 就是 我们知道 养原子 分子量是多少 16 所以 所以 1个 1个 2原子 质量呢是 16 AMU 然后 1摩尔 1摩尔就是 有6乘上10的 23次方 格 所以呢 我们把 这里 乘上6乘以10的 23次方 都可以得到 1摩尔2原子的 质量 就是 16然后乘上6 乘以10的 23 次方 AMU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6呢 比较正确来讲的话 应该是6点原子的才对 那一般的话 老师通常省略 直接写6 这样子比较好计算 那再来我们来看 B选项 一个 氮原子的 平均重量是这样子 这是错的 应该是要改成 质量才对 质量才对 而且他这里也错了 一个 氮原子的 平均质量是多少 我们来看 我们知道 氮原子的 原子量是4 那所以 1摩尔的 氮原子 就是14克 1摩尔 那我们知道 1摩尔就是 6乘上10的 23次方格 所以呢 既然 1摩尔的 氮原子 94克 那所以呢 一个氮原子的 质量呢 就是 14 除以 6乘上 10的 23次方 这样子 那这个6 老师其实是 把这里省略而已 把这个 02省略而已 其实正确来讲的话 这个6应该是要 6.02才对 这样子 所以 所以一个氮原子的 平均质量呢 就是 14除以 6乘上10的 23次方 克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题 乃20的 原子量呢 就是20 那乃22的原子量呢 是22 那他说 乃的平均原子量是 20.2 然后 刚刚要你求 这个乃22在自然界中含量约为多少波纖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一题 老师呢先假设 乃20 还有乃22的含量个别是 S跟Y 那既然说含量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 X加Y 一定是等于100 也就是 等于1 所以呢我们列出来这个式 X加Y等于1 这样子 因为自然界中呢 只有这两种同位数没有别的 所以 X加Y呢一定是要等于100 这样子 然后呢 他说 平均原子量是20.2 所以呢我们把 乃的原子量20乘上X 再加上 乃22的原子量22乘上Y 就是这里 当然会等于平均原子量20.2 这样 所以呢这两个式子呢 就可以把X跟Y解出来 那这一题呢 但是要知道 乃22 所以要求出Y 所以呢 Y等于0.1 也就是10% 所以选V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呢 它的重点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 它轻呢 要把它固定为 同样的 都是1克 然后要问 C 质量的比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一题 我们呢就是把 各化物的H都定为24 因为 你看 4 6 8 最小公倍数呢 就是 24 所以呢 这个4要变成 24 就是这个4要乘以6 所以这里C 也要改成6 这样子 然后 6要变成 这个24 需要乘以4 所以这边 乘以4 那这里要乘以4 那 2乘以4得到 这个8 然后 8要变成24的话 就是要乘以3 所以这里乘以3 那这里要跟着乘以3 所以得到9这样子 所以你看 这三个 现在呢 H都是相同的 都是24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比较C C的质量的比呢就是 6 8 9 这样子 所以呢 要选D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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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